創意比才近在运通 欢迎准听收看 稳超胜券节目 那近期大盘的话 都会在底部震荡整理 那整理的一个区间的话 大概就是底部 到所谓的 这个9100点附近的话 应该都会先行做出一个 形态的一个整理 那整理的同时 有时候你会看到所谓的量缩 这个量缩的话就代表说 目前为止出现到所谓的凹动量 那目前为止这个出手点 非常的关键 如果说你出手点太早的话 可能在底部震荡整理的时候 你可能就出场了 那如果说你能够掌握到一个 黄金的买点的话 那我老师认为 你的胜算应该会比较大 那我们稳超胜券的节目 目前为止请各位留意一下 那在早上运通台的时间 从早上10点钟 一直到12点半 这个地方有两个节目时段 那晚上的一个时段的话 请留意一下 在晚上的8点到8点半 这个节目时段里面 我们会公布 我们会员目前为止 手中的股票 还有我们操作的一个过程 当然早上在Winnet台 11点半到12点这个节目 也可以继续做出一个锁定 那其他有台的节目的话 我相信也是非常多 那值得大家来做出一个观看的动作 好来先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的大盘在早盘 这个地方开出外盘 它叫做开盘Buffa里面的一高压力 遇到压力之后 它会直接的来做出一个灌杀 但是这个买卖的一个力道 你要留意到 如果说在第二盘的灌杀 它是属于一个急跌以后会直接下跌 但是目前为止时间转折落在后面的话 这个所谓的下沙的同时 是要让各位在这个地方 来找寻所谓的买点 那一高压力盘 这个尾盘在一点钟以后 会不会出现买点 这一高压力盘 那买点的话应该都会出现在尾盘 尤其在所谓的多方控盘里面 你要留意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为止的 大盘的K线图 严老师为什么很强调说 目前为止在整理的形态 也就是说大盘从高档区 往下修正了1200点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形成一个叫做形态的完整 包含所谓的均线的一个纠结 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经过一个整理 但是这个整理的同时 有一个工作要让各位来做 在这个地方你要找寻下一波的一个 所谓主流标股 在这个地方你要找寻一档 关键性的股票 在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做到一个反败为生 先后一定有顺序 那我们在高档区的同时 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在高档区 我们就是先行做到一个出场的动作 避免这个大盘急跌的时候 在急跌的时候你是损伤惨重的 所以说我们的动作非常正确 也非常完整的在高档区 尤其在所谓的6月2号 出现开盘八法里面的加工盘 我们在隔天实行一个一清砖案 反弹的时候找一个卖点 将我们手中的股票 顺势的去做出一个清理的动作 那包含隔天的一个反弹86点的同时 我们都在所谓的反弹的时候 先行将股票做出一个出清的动作 那我们看到这个大盘K线图 在这个位置区 到底整理的时间会有多长 那老师今天带一张图表 这张图表也就是去年 这个大盘修正1000点的同时 一样出现一个所谓的整理的一个区间 当时候老师就跟各位讲 大盘往下修正了1092点 这个地方你要做多 但是这个形态 你要注意到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老师判断为导撞反转 那后来证明 我们的导撞反转也是对的 来那导播拉近一下 那大盘你要看 从这个地方落底之后 在这个底部区 他整理的时间是12个交易日 也就是利用这个时间里面的一个整理 将一些股票 将一些融资的筹码 将所谓的空方的一个量能 迅速的去做出一个消化 消化结束以后 这个大盘就直接喷出去了 我相信目前为止 投资人在经历大盘 这个所谓的上涨 跟所谓的下跌的同时 我相信他操作的功力 应该都比以前要更进步 那我们看到所谓的代号 来6456的 这档股票叫做FGIS 那今天一样 同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那今年度 你可能短线上面 你操作这档股票 老师认为在短线上面 你应该可以赚得到钱 但是你的出手点 你的买进的观念是什么 你必须要非常了解 股票操作要找 基本面好的 下半年 这成长性爆发性比较大的 那一定要找在低档区 出现所谓的黄金K线里面 重要的一个发动点 这个时候你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我认为意义比较大 那你长期看老师节目 相信老师在节目里面 第一次的公告 跟你讲买进的一个时间 就落在所谓的6月17号 我相信这个6月17号 对这档股票而言的话 意义非凡 意义非凡 这个叫做 之前都没有人注意到这档股票 但是我们在6月17号 我们看到了 我们也出手了 严老师看到什么样的讯号 这叫低档的拇指线 这个在K线形态里面 这个形态是属于一般形态 也就是说你学过基督分析了 你都看得懂这个形态 但是这个结果差异性非常大 也就是同样一档股票 可能出现一个低档拇指线 不是说每一档股票都会涨 既然出现一个低档的拇指线 它是属于一个运营线 运营线其实有三种解法 一个叫做强势的反弹 就像你后面看到的低档拇指线 出现以后出现一个底部红三冰 那另外一种意义的话就代表说 你在底部看到了 它只是一个指跌的一个讯号 后面的K棒还是会产生 它会形成一个形态的一个整理 那另外一种的话 它就是短线的反弹 老师不会说只拿这个给你看 其实这个买卖操作 同样看到一个讯号 这个差异性非常大 有的人认为会大涨 它会出手 就像严老师嘛 老师认为会大涨低档拇指线 老师认为会大涨就出手了 那你后面看到的底部红三冰 老师先行做出卖出的动作 等到拉回的时候 我们再做第二次的布局 那第二次买进的理由 就是说股价看到一个红三冰出现 以后拉回以后 在底部出现一个十字K棒 一般人对十字K棒的解读 要看隔天这个K棒的成型以后 再判断后面的走势 其实我们的理念可以领先这根K棒 也就是说你在盘中的时候 你可以观察这根K棒 多空的力道如何 你就可以决定 到底要不要站在所谓的买方 所以说我们做了第二次的操作 当然如果说我们的理论跟实际是结合的 那股价也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断的往上涨 不断的一个创新高 我相信这些功夫 在我们开盘八法均线三决 加上所谓K线形态 我说真的啦 那只是基本功啦 基本功学好的话 对一些股票的判断 你可以信手捏来 你可以很准确的 去做出一些判断 不管是多方还是空方 那操作一定要讲所谓的证据 盘老师在节目里面呈现了给各位 就跟各位讲 你操作一定要讲证据 不要空口说白话 第一次的操作 那我们看到第二次的操作 包含我们看到的第三次的一个操作 那第四次的操作 老师在这边给你保密了 那保密最大的一个原因 我们不希望任何的人看到这张股票 他去做出一个买进或卖出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买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通知你 在卖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 事先预告 我们只针对我们的会员 我们只针对特定人 我们的会员来做出一个解盘的动作 那这张股票要留意一下 下半年这个叫做压力感测功能 这个功能让所谓的iPhone 6s 自成更为的繁复 繁复的同时 这个所谓的盈利率毛利率 有机会拉高 那目前为止你要注意到 陈宏跟TBK 为什么要注意到这两档股票 6456的来 这档股票来 叫做FGIS今天创新高 股价最高到160块 3673的TBK 目前为止股价只有167块 167块跟6456的160块来比的话 哇中间差价只剩7块钱 这个业绩的营收可能会影响到股价 老是不知道说哪一家公司在今年爆发力比较强 因为每一家看法都不一样 但是业程的话它的筹码面相对的比较干净 相对的是比较干净 那猜测的一个目标都是写在这边 你看到这些消息 如果说你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一个 也评估判断的话 那你自己来看一下 老师认为任何事情都要中性看待 不管任何股票 我们都要去做出一个中性来看待 你要注意到 之前老师跟你讲外资持股比例60% 那目前为止投信 近大概四个交易日都是站在买方 等于外资持股比例高 投信再来买方 这些股票你要注意 不是说带各位去追高 那业绩的一个公布 老师认为这样股票真的有机会 那目前为止大盘量说 你会认为说这个大盘好像没有行情 那老师也认同 老师也认同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如果说行情每个人都干得懂 那真的不会有80%是输钱的 就是因为说行情跟你们心里面所想的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同时你要留意到 目前为止就是各位弯腰减钻石 弯腰减黄金最好的一个时机点 因为大盘底部整理的形态 目前为止还在整理 而且量说的时候是属于一个凹动量 这个凹动量的话有所谓的止跌的讯号 同时你要留意到 后今年下半年业绩成长性大的一些股票 目前为止在低档区的 你要逢低要来布局 那之前跟各位讲的这档股票 来小型股的忘记效益的 今天有大涨啦 今天有大涨 不是说今天看到大涨去追喔 严老师要你布局的是这档股票 业绩成长性加 目前为止股价在低档区 这档股票是最有机会的 最有机会的 那新会员想布局的来跟我们线上助理 来做出联络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额排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倒快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运达头顾 颜老师 会员三级跳 特会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师大个大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顾 颜分医师 擅长基本密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问言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主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对你 五致股声线 平二 2781 0909 2781 0909 哇 哇 哇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奥奥 精英家具 一次都能够买其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中文静现任时事中 来 小姨 跟她光走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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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走…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小姨最乖啦 跟她光过去 不要… 为什么 老师说 一定要走斑马线喔 直接穿越会很危险喔 公司肉啦… 走斑马线 我们穿越马路 要走斑马线 大公亲个人 我不要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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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节目讲 继续说完 亚老师 欢迎主持的文超胜券 那赢家跟苏家的分别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 他们对于股票的看法 完全是不一样的 赢家认为啊 这个大盘啊 在急跌的时候啊 那他有机会出手 能够赚到所谓的 大的一个利盾啊 那苏家认为说 这个行情啊 可能还会再继续往下跌 所以说他一直在等待 也就是说 行家看到一个机会点的时候 他会迅速的 去做出个出手的动作 那苏家的话 往往在出手之前啊 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犹豫啊 那也往往错失了一个 关键性的一个买点 或是一个卖点喔 那讲起来非常容易啦 那真的 股票市场里面操作啊 最大的敌人 也就是自己 你要先克服自己 心中的一个魔障 你一定要克服掉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克服掉 人性上面的一些所谓的 情绪上面的一个变化的话 严老师认为啊 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要成为一个赢家啊 那非常非常困难啊 那如果说你是赢家 那老师希望你继续保持 那如果说你的操作状况 不是那么理想的话 你要稍微的扪心质问想一想 你到底买了一些什么样的股票 你为什么会去买那些股票 为什么买了这些股票 会让你的存折的里面的钱啊 越来越少 让你的生活啊 陷入到所谓的困境 那为什么赢家去操作股票 他们活得非常快乐 当每一次要卖出的时候啊 心里面啊都充满了喜乐 那老师这边整理了几档股票 来提供给各位来做出一个参考 那看到这档股票代号5490的同亨啊 那分为两种情形啊 一个在底部买的 他认为这档股票会大涨嘛 真的在底部布局的 拉回找买一点的 可能你都赚得到钱 但是你如果说是买在高涨区的 你要留意啊 如果说涨完的股票啊 他还会继续涨的话 他的动能啊需要非常强 那如果说他的动能不是很强的同时啊 这些股价很可能一个反弹啊 他就直接往下 是往下做出一个灌杀 所以说你可能手中有这档股票的 你要稍微要留意一下 你真的你要留意一下 那包含2474的可乘啊 这档股票大家都知道基优股啦 可是当时候在底部去的时候 很少人认为说他是基优股 为什么 因为股价在低档区 等到涨上来以后啊 大家都认为啊 这档股票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不错 但是在高档震荡整理的同时啊 这个时间从4月5月6月到7月 整理的时间超过了4个月 那这4个月为什么没有继续的 往上做出一个噴出喔 这个问题你要想一下 我相信这个形态你应该 应该看得懂啦 如果说今年的业绩啊 还是一样维持 还是不错的话 你认为股价会大涨要看筹码面喔 你真的要看到筹码面喔 那另外有一些是所谓的趋势往下的 这个所谓的下跌啊 分做ABC三波 每一波都有反弹 那近期而言股价来到低档去了 那有人去解读这档股票 老师啊 股价大跌不是最好的一个进场时机点吗 听起来的一个道理一定是对的 因为股价修正了那么久了嘛 股价也修正的够怎么样 够深了嘛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档股票为什么它会下跌 会不会跌完了一波还有一波 这是你要考量的喔 不是说跌升的股票就 后面就一定有机会大涨喔 你要留意一下喔 那627的同心电也是一样 今天有反弹啊 那老师问你嘛 你高档去买的 你去抢反弹的 之前买在这边的 今天的反弹在这边 那你有赚到钱吗 也没有嘛 那这些股票你要注意喔 它是走所谓的空方走势的 走完空方走势 一定要在底部区啊 它花你时间整理啦 如果说整理的形态 有机会成型的话 它有机会往上走嘛 那如果说它整理的形态 同时啊 融资一直变 融资啊一直增加 这种股票 整理的时间啊 它会拖得非常长啦 那包含这张股票 老师跌得够深了 老师也知道啦 如果底部有买进的讯号 老师一定会进场布局啦 但是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看到讯号啦 没有看到讯号 老师就不会进场布局啦 那这些股票都是 投资人啊 打电话进来也好 那我们的会员啊 可能啊 自己买的 有所谓的套牢的 其实我认为 股票套牢 你要找出原因啦 你要找出原因啦 要适当的去做出一个 停利停损的动作 停利的话 是让各位把钱放口袋 停损的动作 是让各位继续 留在这个市场 我相信这句话 你应该可以认同啦 那我们最近的操作 动作 动作不多啦 我们的档数也不多 跟我们的会员啊 还有DNC前面的投资朋友 来做出个分享啦 来做出第一次的分享 我们来做出第二次的分享 一共 目前为止 进入到第四次的操作 第三次的一个分享 老师说过了 那会员的权益 我们要保护啦 所以说 我们看到了 前面三次的一个操作 我们第四次啊 我们就开始做到一个保密 这个保密 其实啊 是对我们会员负责的啦 那今天投资朋友们 你们认为手中的股票有问题啦 今天可以打电话进来 尹老师亲自的 会来帮各位 来做出个服务的动作 那各位要记得 所有的股票操作 有两种 一个叫做底部布局 一个叫追高 那现在两种让你挑 你一定认为说 老师啊 我要挑底部布局的 那你买了之后 你有没有耐心续报 如果说你买了之后 你没有耐心续报 我相信结果跟追高是一样 都是被停损出场 那这两种模式啊 我相信啊 有个专业的老师 在旁边啊 跟你开导的话 你要赚钱的机会 应该会比较大 就像我们之前啊 一直跟我们的会员讲 二次期这可乘啊 麻烦各位底部布局 这个底部布局啊 三个月的操作 可以让你怎么样 赚到大的利润 这张股票 那为什么之前在底部 都没有人看好 只有严老师看好 为什么在高档区 很多的人啊 又开始在叫这张股票 不对啦 应该在底部买啦 底部买机会比较大啦 真的啦 那同志也是一样 目前为止我们的操作 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目前为止手中没有一笔单啊 那3552的同志这张股票 我相信之前老师讲很久了 在底部区成型的时候 在拉回的时候 带量上工 我们都在节目里面啊 適当的一下提醒一下 投资本本 目前为止啊 它的趋势没有改变 既然趋势没有改变 你在底部买 拉回买 都是赚钱的啦 那包含这个3665的F帽点也是一样 底部出现关键讯的讯号 出现一个黄金的买点 这个就是你啊 上车一个最好的机会啦 代号4137的 来F立峰 来 今天的股价到230 一样再创波段新高 今天是几号 7月16号 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 来打波拉近 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啊 就跟各位讲了喔 那时候股价只有161块喔 现在已经到达200多块了 这个就是你的机会啦 这个就是你的机会啦 不是说等股价涨上去了 你说老师啊 我要不去做出个追价的动作 投资人常常会问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啊 就是各位啊 心中的一个挂碍 就是心中的一个挂碍 你没有办法去判别底部区 到底会不会涨 所以当涨上去了以后 你说老师 我要不要去做出个追价的动作 这是投资人最大的一个迷思啦 就像这档股票 眼睁睁的你就是看他做到一个V型反转以后 打底完成 他就直接喷上去了 我先讲这档股票喔 目前为止筹码面也是非常干净喔 你要记得喔 有一些股票的话 可能啊 我们之前讲的时候在3月嘛 在3月 现在已经7月了喔 他已经涨到这边了 涨到这边真的多吗 他有没有反映到这些所谓的营收的一个利多 这个你要去做出个留意的动作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投资人啊 在后面的操作啊 每一位啊都能够赚钱 真的衷心的希望啦 但是赚钱的人啊 真的他就是一个少数啦 那老师试图去改变 这个所谓的生态啊 但是目前为止啊 还没有找到方法 因为当颜老师叫他买的时候啊 他心里面非常犹豫啊 当要获利了结的时候啊 他问老师老师 还会不会涨更多 其实这个就是市场里面的恐惧 跟所谓的贪婪 那也有很多人跟你讲啊 你要克服恐惧 你要克服贪婪 唯有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 唯有一个经验足的一个老师 能够做到勇者不拒 能够适当的 将我的会员啊 带到成功的彼岸 这个中间的差异性非常大 这中间的差异性非常大 严老师为什么都坚持底部布局啊 因为在低档区风险真的很小 因为股价之前都经过长期的修正嘛 一次的修正 两次的修正 三次的修正 你要去判别这个修正 到底结束了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分析师的一个责任啊 当这个底部去出现一个买点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提早去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 这个就是所谓的赢家 他的一个思维 那不是说等股价开始涨的时候 你认为这个现行成立了 你才去做出一个追价的动作 我们这张股票不会公布喔 我先讲喔 这张股票就是给我们的会员 给我们会员 新加入的会员 来做出个进场布局 那这张股票你要注意到 拿到这份资料以后 你要等我的通知 一定要等我的通知 你再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不要自己的去做出个买进或卖出的动作 那这张股票新会员的 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为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运达投资 连老师 会员三级跳 特会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师大个大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严分医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部局 熟悉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绩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变运的股质股专线 N2-2781-0909 2781-0909 森田药庄高纯度 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鹅牌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导快 学密性能 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鹅牌气密窗 2987-1111 我喜欢它的 技术温馨 线图自行多清除 它的筹码分析 让我知道哪一支股票账户 拼命买 它的基本面丸子 老师都在用 家庭主妇也能赚大钱喔 他们都是用轰天雷 赚 气主请敬 欢迎回到台湾最美的家 92011 92012 92010 2